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 对于个人来说 婚姻是情感的升华 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 对于社会来说 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 中国人结婚少了 结婚晚了 离婚多了 随助社会发展 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 认为婚姻是束缚 另一方面 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 从人口角度看 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失婚年龄人数 结婚主力均减少 婚都不想结 还生什么孩子 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 结婚率下降 生育率下降 和老龄化加重 似乎为因果的 随助经济发展 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 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 离婚率持续攀升 初婚年龄推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 一是出生率下滑 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民政部资料显示 2018年 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 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 预计到2021年 这个数字将上升到 9200万人 在晚婚的同时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 初遇年龄 每推迟一个月 大概会影响 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晚婚晚育 不婚问题 加重中国养老负担 严重拖累国家财政 制约经济活力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 减少因为娶不起 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 为失婚人群 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 改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 应全面放开生育 长期有助于扩大 失婚年龄人口 未经许多原因